请看概念三 概念三呢我们来讲一个新的概念 叫圆周角 好了要讲圆周角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什么是圆心角 之前我们学到的这一个就叫做 圆心角 圆心角是什么呢 顶点在圆心 其他两边都是半径 所形成的角 这个叫圆心角 顶点呢在圆心 所以叫圆心角咯 那既然顶点在圆心的话 表示其他两边都是半径 所组成的角 叫圆心角 那圆心角呢我们之前学过 圆心角的度数呢 跟这个所对的这个弧的度数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圆心角 叫AOB的度数 等于弧AB的度数 这是之前学过的 那再来我们再看 什么叫圆周角 那你其实你顾名思义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圆周角呢就是这样 它的顶点呢是在圆周上面的一个点 那它其他两边到底是什么呢 其他这两边呢 其实不是半径 这两边是圆里面的弦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 什么叫圆周角 顶点在圆周上 圆周角的两边是弦 好咯 再来这个角呢 我们就叫做圆周角 角APB就是圆周角 那这个圆周角APB 所对的弧是哪一个呢 所对的弧就是这个弧 这个弧是什么弧呢 就是弧AB 那这个圆周角 所对的弦呢 所对的弧就是 线段AB 就这个弧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 圆周角叫角APB 这个角呢叫做圆周角 那它所对的弧呢 是弧AB 所对的弦是线段AB 那这个角APB 跟弧AB之间的关系 我们后面会来 跟大家做个探讨 请看下面的附著 他问你说 角P是不是圆周角 好了 你要符合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看这个角P P点是不是在圆周上 然后呢 其他两段呢 是不是弦 有人说呢 老师那这个直径是弦吗 直径是弦 直径是圆里面 最长的一条弦 所以呢 第一个是不是圆周角呢 第一个就是圆周角 第一个是 第二个是不是呢 第二个P点在圆周上 其他两边都是这个弦 所以呢 第二个是不是呢 也是 第三个是不是呢 第三个请看一下 P点呢 它不是在圆周 它是在圆里面 所以这个一看就知道 这个不是圆周角 第四个呢 请看一下 如果是两条弦延伸出来 它的焦点在圆的外面 这个也不是圆周角 所以呢 只有在这个四个里面 只有第一个和第二个是圆周角 第三个和第四个 不是圆周角 是圆周角